其实到最后都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希望可以有一个安定的生活 跟家人好好的在一起 你们说对吗? 认同的请举手一下 非常感谢 那所以刚才另外一个影片 我们今天就讲到说 那这边是看数字嘛 请问有谁之前是有接触过数字学这样的一个东西的? 有吗? 所以这里全部都是第一次听到的 对吗? 第一次听哦 好 这样子 各位 你们心中啊 当你们听到数字学会影响我们生活中的时长的时候 你们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很奥妙对吗? 数字到底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呢? 所以有些人 我们有听到别人讲说 数字可以影响我们的时长 甚至可以影响我们的心情 怎么样影响呢? 或者可能我们生活中已经经历过 但是我们不太了解的好像没有注意到 就给各位举个例子 请问一 我这样问一下各位 请问一百这个号码好还是不好? 一百好还是不好? 一百好还是不好? 好 认为好的举手一下 认为不好的请举手一下 好 不知道好也不知道还是不好的请举手一下 非常诚实的非常棒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心态 其实我就给各位一个例子 如果这个一百是出现在成绩单上的话 好还是不好? 好哦 可是如果这个一百是出现在体重机上的话 好吗? 不好哦 对不对? 所以在我们这里可以给各位一个观念 就是说这些数目字就是这样子来影响着我们的心情 这些东西的 好 然后我们也是外面有听到一些师傅啊 或者听到一些朋友啊 他们都讲说 啊 可能摸不好码很好 你一定要换 那号码不好丢掉 但是 有些时候我们奇怪 为什么让我们换掉过后 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甚至讲说 好像 反而 有一点越来越糟糕 对吗? 对 这个就是因为 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先看看 你本身 那个原本的你是一个怎么样 你的需求是什么 就是一把刀 它可以拿来切水果 它也可以用来杀人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对的数字 用在对的地方 那才会产生好的效果的 所以 这个就是数字学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给各位了解一下 好不好? 都明白对吗? 好的 接下来 这个数字学呢 真的 非常的奥妙 所以我们非常荣幸的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 陈静雯老师 来给各位分享 今天的这个课题 2016年大趋势 请掌声有请 OK 各位大家 各位朋友 大家 下午好 好 好 现在我们呢 给自己一个热烈的 掌声好不好 我们来欢迎一下 突然间出现的一位对宾 拉豆宋 拉豆宋 你在后面看到吗? 哪一个 拉豆宋 拉豆宋 请大家 哈喽一下 哈 哈 哈 来 我们 各位 掌声 欢迎一下 OK 今天呢 我来这边 就是主要分享什么 分享呢 就是 2016年的一个趋势 就 很多人都想知道 2011年到底什么行业好 什么行业不好 甚至自己的运势 走到什么地方 什么方向好 更不好 对不对 有没有人想知道 没有人想知道 提手一下 哦 原来全部想知道 哈 OK 所以呢 今天 我们通常都会听到 很多人在说 啊 甚至很多的外面 很多人讲 哎 哇 2011年了嘛 对不对 哇 什么生肖 就 啊 精裁 什么生肖 就要注意对啊 对吧 通常都是知道这些嘛 对不对 所以有谁知道 2015年 算是2015年 2017年 这种怎么样的趋势呢 所谓趋势 跟运势 有什么分别 OK 趋势的意思就是想说 今天在2015里面 你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模式 去把你们 啊 自身的 自身的问题 就是家庭啊 啊 你们的工作事业啊 甚至有做老板的 那要怎么把你们的事业做起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模式 啊 OK skip OK 大家知道什么叫数字吗 那么 谁可以说 跟我讲一下 数字对你们重要还是不重要 不重要 啊 不重要的提手一下 还是不知道的提手一下 OK 来几首的 我问你一个问题哦 你钱到100块 你出去100块 有分有分别吗 有吗 所以什么有分别呢 买少了一件衣服 买少了一件衣服啊 为什么呢 只是一个100块 外吗 两个都是100 一个多一个少啊 对啊 少一件就多一件 多一件啊 那是什么来的 为什么会影响到你 重要还是不重要呢 不知道 啊 啊 你这个人有100块 叫那个100块 有 有 有 心疼 我心疼啊 怎么一心疼 你有100块 有多少 啊 啊 他就有1,000呢 1,000 1,000 欢喜哦 欢喜哦 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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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这个数字跟你有重要吗 多一个零少一个零费你重要吗 ok 所以这个数字它是明显的 不管在任何地方呢 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啊跟我们息息相关的 ok 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206之前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90年代到21世纪 什么叫90年代到21世纪呢 90年代的时候呢都是一直开头的 对不对 198197 ok 甚至18多了 对吗 甚至啊总之是一开头的 那么一字头的年代的人呢 你没有发觉到吗 通常都是什么为主 都是比较听男性讲话的 有吗 比较注重于在那个男性的那个部分上的 就是很多东西包括家庭哪里都好 老板全部都是男性为主吗 对不对 但是如果因为你要是一次居然讲的话 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啊 那个阴性的事迹 就是很多女性都已经慢慢的啊 做起一些重要的职位了 然后包括国家啊社会老板啊甚至家庭 现在全部是要问谁 问问身边的女性先了有没有 你会注意大家的趋势 这是已经在转变了 ok 啊以前的社工车 打包公开了 有没有 大家都是把上来啊 然后跟你聊天啊 ok 啊我本身也是把上把生人啊 ok 所以说呢 今天我们来讲这个2016的趋势时候呢 我们要先分析到什么 先分析一下呢 就是2010年到2019年整个的趋势 ok 因为我们要买个大体的 ok ok 2010年到2019年里面呢 他同样的一个地方呢 田头他的头呢 先不是走到201的 那么201在这个数字圈里面呢 是代表着什么 ok 你们有考虑到吗 2010年开始 到现在很多的生意都是往什么方向走 好 好 其实全部一听到就是打来笑 听到的是那个投资公司 或者是以快事负之类的 有没有 所以很多人都是用最快的速度去赚钱 有没有 还有谁在满层层赚钱的 没有啦 因为网络世代也越来越进步吗 就得 因为这个9年里面的趋势来讲的话呢 都是以最快的速度 好把最慢的 啊 啊飞掉 就是想说他被淘架掉最慢的东西 所以因为已经网络时代已经快速了 所以现在 大家可以在微信啊 在飞速啊 啊 在任何的 网络里面就可以做生意 不用见面吗 对吗 对不对 这就是2010年 2010年到2019年整个的趋势 所以呢 在这趋势里面 你们要做的东西呢 就是啊 如果你们去开店的话呢 除了那个生意是很 对人每个人都要上门的 好像吃的啊 喝的那些就要开店了 如果是反正一些呃美容产品啊 啊一些金金融的啊 还是什么的啊 已经对开店的小时没有那种效益了 对吗 啊 所以今天开店你要看一下你们是开什么店了 不要说我有本钱我就去开店 还是要没有几下就 人被人家淘汰掉了 不是倒掉是淘汰掉了 是因为整个趋势呢 他是处于一块四慢的一个状态 就是不需要一个实体的东西就可以成 成立一个生意模式了 ok ok 这2016年 其实你们最想关注的是什么 可以给一下回应吗 啊你们最想知道什么来回答一下 啊你不回答 等下我请你上来回答了 有吗 谁啊谁有谁想关注的 2021年里明年啊 你们最想关注的是什么 想关注钱会不会多一点 可是想关注健康会不会好一点 啊还是什么都不想关注 我只是听明白都会过 啊还是想关注一下孩子的成绩 会不会好一点 啊 之类的有没有 啊 很多东西哈很多东西翻了 哦 从A到J翻到外哦 ok好 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ok 因为很多人都会问的 2021年哎各行各业的啊 状态怎么样啊 要怎么做啦 啊甚至啊 有什么大事啊 有什么机会啊啊 来可以配合啊之类的 ok 然后呢 啊一些相信风水的 或者生意心 比较呃注重风水的 他们就想说 哎我应该用什么物品啊 来提升下我的家 给我的期望一下 对不对 ok 啊 但是呢 有没有人去注意到的是想说 你们用什么方式来把自己提升 每一个年都有每个人的一个方式的 ok好像2015年 ok已经过了啦 然后2015年你可以看到很多都是往什么方向走 都是往投资方向走 ok 就是跟其他爱多事情讲 哎 这个东西可以赚多少钱 这样大家会不会信到 如果想赚钱的人 ok 但是2016年呢 是延续2015年的那个状态 所以一样的 每个人都想赚取自己的费用 或者赚取更多的钱嘛 对不对 不过呢 今天老板的身份 或者是打工的身份 或者是家庭的身份 ok 那么在2016年 2016年里面 你们该怎么样去 啊 把这个模式做起来呢 ok 我们来看一下哦 ok 2016年呢 ok 我们先讲一个16啦 ok 16呢 在数字圈里面代表的是什么呢 其实16号的号码啦 是每个人都很喜欢的 你们喜欢自己的样子 人家看到觉得哇一声吗 ok 有看到俊男美女吗 你们喜欢变成俊男美女吗 还是永远都那么清楚美丽的 啊 随着身上有下16号的呢 最有这样的效果的 ok 除16号是其中一个爆料啊 集中一个啊 16号本身来讲的话 他就是一个美丽的一个视觉感 对 然后呢 重点来讲的话 就讲明年2016嘛 所以 在公司 在 啊 就是 所有销售的地方 或者你们个人的话 他的重点就是在他的视觉 跟他的外表 还有他的包装 这样 这个问题是不是对每个行业都需要 不管你是做哪一行 如果今天你没有把这包装做好的话 没有把这视觉做好的话 你们的产品会胜了一筹啊 包括今天你不是卖产品 你只是在做一个office girl就好 或者office boy 如果你没有把自己 的外表处理好的话 你将去掉工资会有什么问题 有吗 有问题啊 嗯 没讲 你 嗯 啊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一个关系 因为16号本身也是代表一个情字来的 情字会产生什么 情字产生一关系吗 对不对 那么在座每个人 如果你们要成事的时候 如果今天你们没有把 那关系 产生出来的话 会成功吗 而且这关系不只是在事业 在人事 在家庭 在朋友 在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面 这个关系如果没有被产生出来的话 会有结果吗 如果今天你要首先要卖这个产品给人家 如果今天你跟他没有产生一个关系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跟他讲 那关系重要吗 视觉效果跟这个关系就是在2016年 里面这个课题里面是最重要的 ok 因为2016年里面最想求的是什么 就是如何把你们手上的产品也好 包括你们的专业能力也好 包括你们的做人的一切都好 这两个是要一起的 so 有了这个包装 把自己的产品包装了 把自己也包装一下 ok 然后在 如何的促进关系 把关系弄得在好的时候 那么其他方面就是已经 会有好的现象 包括在家庭 ok 老公跟老公 老公跟老婆关系要处理好吗 大人跟小孩关系要处理好吗 小孩子跟老生关系要处理好吗 要吧 如果在方面处理不好 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出来 效果 就是会反效果 因为第一个 不懂得发生关系 就是 怎样 就是 不能mash了吗 就是两个的意见很不同了吗 对不对 就来关系破裂了 对不对 那么要怎样去把这关系处理好呢 啊 这个是要学的哦 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学问来的 ok 只想说 2011年里面 他最讲究的是什么 最讲究就是 ok 一个漂亮的一个外表 然后呢 也关系到一个关系 那么2011 2016年里面呢 也讲究的是什么呢 ok 如果是在公司方面的话 就要注重什么 注重着 上司下属跟顾客 各的一段关系 因为明年 会有很多公司 ok 很多的上司下属都会出现 有裂痕的状态 就是会换群血 ok 这个换群血呢 对人想讲是一个正常现象 但是明年呢 有一点不正常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可能某些领导 会误听一些谣言 啊 某些领导 会 看肉的一些东西 而把这个关系搞砸了 所以 如果这时候有随时做老板的 有做领导的 要注意 ok 然后在家庭里面呢 你要注意着 家人的关系 为什么 因为如果沟通不好的话 会导致怎样 是不是会家里会把关系 会有点破裂的那种感觉 那么重要吗 是不是比赚钱重要 人家讲家和万事行吗 对不对 家不和钱不会来啊 对吧 好 所以206呢 先不要想着 安座贪力行动 先把关系处理好先 只要你能够在多方面的 那个范围里面 把关系处理好的话呢 其实钱呢 他的就 他的钱卖啊 他就自动进来了的 ok 然后明年来讲 在健康方面有什么问题呢 啊大问题啊 这个 什么叫大问题呢 因为这些号码呢 也代表着呢 就是啊 在妇女方面 ok 健康真的是会亮起红灯 包括什么问题呢 内分泌失调 ok 皮肤敏感 ok 然后有那个子宫颈癌之类的 肚癌之类的 都会出现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呢 因为呢 每个人的群绪的问题就是你 那些反超超累啊 这边啊 群绪不好啊 这是累计而来的 然后明年会特别累的 因为明年呢 有一个号码呢 是叫领导号码的 什么叫领导号码呢 领导号码呢 领导号码就是 啊 是不是都要管一场的 啊 明明不关你的时候 你要去跟他啊 啊 照顾一下呢 再关注给他给我一下之类的 啊 所以明年2011年的人哦 真的是要 关系方面 只要处理一下哈 ok 啊 啊 所以2011年里面呢 他整个的那个趋势来讲的话 我们只要把那个关系跟那个 视觉外表 还有把你们的专业 就是你们手上有什么好的东西 你们用最专业的手法把它提升出来 把它包装了 然后呢 再从关系那边 引申出去 那么还是成了一个趋势的 如果今天你跟我讲这杯水可以100平的话 但是 你没有把它包装 你没有跟人家讲 那个水 只要卖出去 对吧 他是三三个东西一体的 啊 然后明年也是一样的 那些问题 哎 这东西可以赚多少钱 重点也是重点来的 ok ok so 可能有里面这个课题你们谁还想问吗 有有什么东西想发问一下吗 啊如果没有发问 我来解释一下所有的数字的一些更云好不好 ok 你们想不想了解自己有没有财富 啊 我大家都想要哈 想要的话 可以给个反应吗 不然很轻轻没有反应呢 啊 反应越大财富越大呢 就是很正 是一个理论来的对不对 大家给自己更大的人量的时候财富的来源追更多吗 对不对 ok ok 来 所以大家其实了解不了解自己的啊 能量呢 我们不要讲自己的性格 我们先讲能量 有谁可以了解到自己啊 他是属于哪一类的 类型 或者是哪一类的 啊 特殊 特殊 特殊的地方吗 好像有的人 有的人 他们的特殊 特殊是什么 ok 我只要去 给人家 那就成功了 这是他的特殊 但是有多少个人是了解的 包括了解孩子怎么读书 了解到吗 有的孩子是看电视 看电视机读书的 有的一家读书 还是不读的 有没有 可能很多父母就会担心了 哦 这么哦 这个不读书的哦 但是问题哦 多数是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哦 父母每天就跟孩子的哦 从担心来说 有共产生啊 共产生啊 啊 但是哦 你们有没有了解到啊 这边的孩子哦 他的读书模式 好像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模式的 好像啊 比如讲你煮菜 都有一个模式的 对不对 可能人家是用A到这个那一组的 你是接到你那一组的 因为这是你的模式 啊 比如讲你煮菜 都有一个模式的 所以这东西我们应该去了解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呢 OK 就是要从数据里面了解这东西 那么这数字呢 是可以影响到我们的七星六亿的 什么叫七星六亿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OK 数字可以影响到我们的 其中七个吧 还有很多啦 其实第一个国家 数字跟国家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啊 最近呢 你咋啦啦 有关系吗 有哦 很大哦 哇 一跟二十六就有关系了哦 如果这二十六分成 每个人一份的话 大家开心了 开心哦 多了啦 他多了啦 哦这样啦 所以你看一跟二十六嘛 我不管他真是假啦 你对我来讲是没有一个真假的东西啦 但是我是讲的 重点是 一个国家的一个二十六一个数字 他就影响所有的国家的人 对啊 难道别人就要被烦恼了 什么哎呦 国家没有钱啊 国家破产了 没大力了 对啊 然后国家的问题 又跟你们什么问题 有啊 你们想到有又起价了哦 对啊 等下工钱啊 又没有起了 对啊 啊 ok 然后社会也是一样啊 数字影响社会 比如想今天报纸写着哎呦 这个打结案啊 2016年啊 2015年啊 增加了100% 哇 你们会担心啊 如果今天写着2015年的犯罪率下降了100%会怎样 会不会影响 有没有尖尖的影响到你们 有啊 ok 工作就好了 工作每个人想到是什么 你去到工作 先问什么东西 试试问工钱拿多少钱 然后一去找老板interview的时候 老板要给我多少钱对不对 还有是老板的哎 只我要请个工人 我要给这个多少钱呢 但是给这个钱的时候老板会想啊 这个人有没有这个能力 突然的话给多 又有两个亏了哦 给烧 等下你不要跟我做 会影响吗 影响啊 ok 然后感情方面 哇 这个数字跟感情有什么关系呢 有吗 有关系吗 一般几十生的啊 你们的纪念日啊 你们的纪念日啊 几十啊 有关系啊 希望纪念日啊 到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拿到一些东西 或者是得到一些 啊 小礼物啊 就心情会不会好一点 啊 包括生人就是有生日啊 对 死人有什么 死日啊 那时间到的时候 要不要拜公罢啊 忘记拜的时候就担心公罢 拜托比哦 然后 为什么会影响呢 跟数字有什么关系呢 日期啊 日期也是数字啊 对不对 没有日期怎么去知道有限的东西 对吧 好 对 家庭方面啊 好啦 大家都是有家啊 对不对 那么你们家有没有门牌号码的 那么门牌号码重要吗 重要吗 记性记不到就完蛋了 如果人家找你的时候 找错号码的话 也是完蛋了 明明要送理由 哎呦 门牌写错的时候 理由送去人家家 没有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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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 哇 如果是达到100分 打个小鼻鼻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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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到100分啊 今天就 哎呦 不要动了啊 高兴 咬我就完蛋 大家想说 我的孩子哦 考试都A了哦 考试100分哦 我的孩子70分 哇 心情也不爽哦 像是孩子影响 真的妈妈影响 都有影响哦 老师也有影响哦 学校也有影响哦 对不对 因为所有的数据 都是数字来的 OK 包括今天啊 再讲一个简单的 你们有没有去做过 Ditch Cup的 有啊 如果一个数据 比如讲说你的胆固层 哇 你的那个数据 那个数字啊 比较高的话 你们会怎样 如果你们的银行 如果比较高的话 会怎样 开心 哈哈哈 所以这是基本的一个数字影响 我们的机身留意 OK 因为不要讲的太悬啊 太悬的话 听不到呢 OK OK 看到这些图啊 现在多有多少个人是没有这样的问题的 有多少个人是没有这样的问题的 没想到问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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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久了 因为现在很多人在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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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就是在影响着我们 你们相信吗 啊 包括等下你们看到时钟 我有几点了啊 我要回家煮饭了 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啊 你们会一起紧张吗 看到时间的时候 哇时间要到了 孩子要吃了 老龙要吃了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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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本身呢 是有一个人量磁场的 为什么想数字是本身是一个人量体呢 其实刚才已经讲了的 OK 就像刚才帅哥讲的 啊 那个100啊 100你们要放在哪里会比较开心 在哪里吗 在哪里吗 对咯 就是那个 那个数字放在哪个地方 他就产生不同的能量 对吗 好 好像今天放在你的report 胆固层飙了100的话 你会 喝几个人家倒那玩下去 对吗 对 啊 如果是今天100放在你的皮包 哇我每天都100块拿了我 哇那都瘦死了 对吧 这样会不会产生能量呢 对 能量产生的时候你就会怎样 心情好 好跟不好都会来了啊 对 啊 好的数字 适合你的数字 你拿到东西是 哇 你的心情接近一整天就欢迎了 ok 你要吃什么的清理事啊 整天就嘀哈 就是啊 如果一看到有问题 我看你身边的硬招样了 啊这样就不是一个人的事了 是全部人的事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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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一样的数字呢 他会产生正能量和负能量 也是一样 看你把这个数字摆在什么地方 而 啊 定层的 摆在对的位置 他就是叫正能量哦 如果是摆在 错的位置来讲的话 不是的位置 他就随便负能量 数字本身没有很费之分 ok 但是 不要把它强硬成 这个是好就是坏 啊不然的话呢 就会躺到天了 ok ok 然后这些正负能量呢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周围环境 ok 如果是周围环境 你处理不好的话 你说你们的运啊 你们的事业 你们的什么会顺啊 所以基本上人家讲 哎 我要找更多钱 我要我的运好 我要什么好 什么一大会好 那么很多人就忘记了这一趟 就是处理自己的 正负能量的环境 就是情绪的那个环境 啊 所以情绪一起来的时候 我跟你讲 谁都着羊 明明有100千进账的时候 一个一个情绪 突然间miss了个东西 一百三一百千没有了 ok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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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有多少个人真的是三合一的 多数是没有的 这边讲我要100千我要赚很多钱 这边呢 是坐在那边等的 然后呢 在那边想到男友开的拿100千 这样怎么怎么样 啊就像我今天拿着一把手枪我开一下 你就倒地了 但是我拿子弹丢你的时候 你会死啊 最多痛快了吧 好 所以吸引法则呢 是没有错的一个 啊 解释 但是呢 就是很多人不会用 好 所以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超越这个吸引法则 叫什么呢 就是来创造 创造市场 创造市场 意思是什么 今天我要吃到西东麦 你想我要怎么做才可以吃到西东麦 去想啊 去买啊 去行动啊 行动的时候也要知道哪里有把西东麦 对不对 不可能你要去买到西东麦 你去水果档买啊 就是要去对的地方 去适合的地方你才有 好 那么我们的素质是可以创造的 比如讲说今天你想创造什么东西 你想要创造财富 我们可以创造 但是要有适合的那个环境 它才可以成立 好 不要等下我跟你讲 我跟你很多财富 但是你没有财富 你还没有解决到怎么去创造财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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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神上里面呢 有几种号码呢 是不能做变的 好 我们的农历生日 我们的生日是完全不能做变的 对吗 每个华人有农历生日 印度人有印度生日 回教有回教的生日 每个种族都有每个不同的生日 但是有一个生日是永远大家公认的 就是养力的 按摩的 对吧 so IC 号码呢 会可以变吗 有啦 你对IC的时候后面号码变 前面号码是不变的 所以你去申请哦 去KDA那边讲啊 我的号码公司我要换咯 看他不要给你换啊 大多数是没得变的 老一辈的人都是有旧IC的 对不对 ok 政府讲说我要换新的一些 号码才会变动 如果没有的话 你解释不是还用为原本的IC 对吧 所以呢我们基本上不变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呢 我们的生日器跟什么是号码 ok 然后会变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手机啊 车牌啊什么一大堆啊 是可以变的 即使你跟我讲用的是多年 ok 只要你心血又来超 哎呀不要了啊 我就换了会变吗 好 ok 只有我们的生日器是永远不变的 因为当妈妈一生你下来的时候 你一哭的时候 你的身你的号码全部就被订在那边了 ok 包括呢 今天谁要去看病的话 发字也好 紫围也好 风水也好 什么都好 都是要你们的日期的对不对 如果没有日期怎么看 没有你们发字 话不 对啊 重要吗 你们的日期 好 然后华人看病的时候是要有哪里面的八字 八字是农历的 啊 农历的也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你们出生的时间啊 是最重要的 是没有人可以改的东西 ok 来 来 所以呢我们这个数字来讲的话有我们叫做有八道零数 八道零数磁场啊 ok 这数字里面呢就有发现东西 他是互相扶持的 好 好像今天这个号码里面有一个财户号码 难道今天只要你拿到财户吗你就有财户吗 有可能吗 这个八道零数是互相捧住的 好像今天你要去赚钱的时候 你们都要去找谁 贵人 对吗 你们要找顾客 那顾客帮你买东西 那个是不是你们贵人 那么你要叫顾客给你买东西的时候 那应该怎么做 顾客也不会无端的拿钱给你了对不对 那顾客也不会有那么笨啊 啊就是你要收你的你的你卖的东西的product啊 甚至你要跟他讲解啊 你要跟他做一下一些沟通啊 然后啊要跟他打好关系啊需要吗 ok 然后你还没有把这产品卖出去的时候 那么你的产品里面 啊要怎样是什么来的 是怎样做的 是如何可以帮到人的重要吗 我不是说你我随便要拿东西卖给个人 他就跟你买不可能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零售车厂呢 他是属于报道 互相的扶持的 所以我的号码里面没有讲什么叫好 什么叫坏 我们只能讲说他是否适合你 在当下是否适合你 你应该要用怎样的车厂的号码才可以辅助你 而不是讲说这个号码好 你就哇这可贵今后啊 不容易啊结果呢结果是不容易 没有 贵贵是贵的 不可能是二人了 看不 哦 ok ok so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 财富号码 看到吗 这四个号码是其中四个财富号码 你们身上有吗 你们的电话啊 你们的IC啊 你们的啊 任何地方啊 门牌啊 有没有叫个号码 啊 啊 啊 你们的电话里面啊 可能是0 呃013开头啊 啊 也是一个财富号码开头啊 啊 有没有有没有叫个号码你们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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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哦今天来的人哦 有一个号码很多的一定的 等一下来讲什么号码 因为今天的磁场哦 是一个我们叫什么磁场呢 啊 能够来到的就是 啊 谁叫中央人路 ok 因为今天是12月19号 12月19号啊 这个磁场是代表着来的人呢 都是有那个 啊 讲讲有很有很大的领导人力的人 难听的也叫做要背很多山的人 哈哈哈 啊 明白吗 因为今天来的磁场人 跟你讲你们在座每一个一定有的 这叫做这叫做什么 DNA来的 因为今天是12月19号 基本上有两个号码 第一个呢 来到这边呢 通常都有一个同事号码跟领导号码的 是跑不掉的 啊 ok 这两个号码会用的话呢 就可以成大事 不会用的话呢 叫做什么 做到半死 哈哈哈 啊 因为19号 很多人身上都会有 或者是26号 或者是87号78号 啊 是他成是这号码 你们在床一定会有的 用到好 叫做人家 会很respect你 用到不好来讲的话呢 就是自己去做了半条命 身头牛 OK 来 来 看一下安利 认识他吗 谁不认识他的 谁要做他的亲戚的 哇 真快哦 啊 要有钱去找他就对了的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个李嘉诚啊 他天生就有财 财富的 那个命了 OK 人家讲啊 你拿不到他的 钱的话 你站在他旁边 你都沾光了 因为他天生就是带财富 带领导 然后本身就是很多贵人 贵人福的人 然后后天再加上他自己的努力 啊 所以他今天会成为世界的守护 是有原因的 那么如果今天一个人啊 没有 财富号码 可以做守护吗 可以 都不可以 只要你懂得用完了 OK 来 啊 这个马云也是有财富号码的 15年前人家讲的是大骗子 因为他生的丑吗 没有人相信他啊 啊 15年后啊 他现在成为世界守护 也是在中国有啊 数一数二的又守护来的 因为他本身里面就是有一个领导 跟一个财富号码 他是天真带来的 财富号码是哪一个 啊 啊 哦 陶行这个我夸掉啊 还有 下高 下高 啊 没有了 刚才九十四吗 啊 啊 啊 对对对 不要乱跳啊 跳错就完了 哈哈哈 要有步骤的跳 OK OK 这两个守护呢 他们本身呢 就是天真已经有了的 他们一出生 就已经具有这个条件了的 只是后天呢 在 配合的时候呢 他就能够 得到他们要的东西 好像今天他有拆布啦 如果今天他没有把它放在位置 放对位置的话 他能够生成就是财富吗 是不能够的 OK 这个人认识吗 如果谁不认识他就假的了 现在全世界都用他的东西比较多啊 对吧 最少有85%都是需要他的东西吗 这样 OK 他这个号码呢 就是一个没有财富号码的人 但是他可以做守护 因为他有一个叫做鬼财号码 天生就是用 头脑的 那么他这个能够成为守护的时候呢 哦 你要看他有没有贵人 他本身也是有一个贵人号码这里头的 那么你们谁知道他的贵人是谁吗 他妈妈 啊 啊 OK OK 这个必要是他母亲 因为他开始他能够成为世界总部呢 他的关键的路就是他母亲了 他母亲就是他贵人 OK 为什么他母亲不是他贵人呢 因为他母亲本身 他有一个号码就是属于交际能力好 叫做PR能力好 然后当时呢 他妈妈跟IBM保证这个孩子 所以今天的一个故事就是 他妈妈为他孩子铺了一条路出来 所以这个的守护就像出来了 如果本身没有财富的 但是有鬼才有那种领导能力的 其实可以借助人家的能力 人家讲借力死力不费力 这样你就没成功 OK 所以有财富号码跟没有财富号码的人 就要看你们怎么用那个模式去 把你们自己提升了 OK OK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会面对什么问题 金融啊 同行的竞争啊 顾客啊 股东啊 投资啊 之类对吗 在这边有几个人是做秀车 有吗 这样你们做秀车的时候 是需要面对顾客 你们要不要第一个时间拿到人家卡片 知道人家是怎么可以应付的 要吗 就是拿到卡片 在几秒里面 你就会知道这个人口应该怎么样 要不要跟他谷衷 这个技能你们要不要 啊 这个不是算命啊 号码 很多人误会 算命啊 但今天呢我们这个这个号码呢 他是拿来做什么 拿来是交配大家 哎 今天拿到这卡片的时候 我就可以马上知道对方 到底我应该用怎样的模式 去跟他谷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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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天都遇到 刚才那遇到的问题吗 对不对 其实我们今天是可以用这个什么 ok 啊这个数字呢 来解码 然后呢再解决这些问题 ok ok next so讲了很多财富啦 那么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你们注重健康吗 注重 注重啊 如果今天我问你啦 你要早知道还是不要知道 早知道 啊 谁怕早知道的 如果早知道你会有cancer的话 你们会怎样 听听听吃啊 哇 真是家家数 好不好 吃保健啊 啊 吃保健啊 吃保健啊 没有吗 早知道就可以预防啊 就是很多人不知道啊 吃了知道啊 所以每天发生的事情 最后一秒钟才来怎样 荒脏 也没有对策啊 对不对 如果今天你们早知道 你们的生日期里面 另外还是任何地方里面 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你们可以预防啊 ok 看一下下面这些号码啊 你们身上有没有 有 啊 12号 17号 23号 2428 29 37386189 这是其中一个拍摄啊 这是其中一个拍摄啊 有这个就是有健康问题的号码 很容易产生问题的号码 但是这些号码哦 在某一方面又是特别好咯 你看看 12号呢 他是策略号码来的 有这样的号码的人呢 ok 他的脑袋特别灵活的 20 ok 然后呢很讲义气的 每天给人家出卖的 啊 好 每天每天做两缸啊 这个12号 虽然每次给人家给人家讲回啊 哇 这个脾气很臭啊 但是心内是很软的 ok 你跟27号码啊 啊 这个人呢 如果是做讲师的 是一流的 因为他的口一一流 他沟通一流 ok 然后嘴巴啊 吃东西也是喜别敏感的 哈哈哈 懂吗 就是嘴的 ok 然后23也是嘴巴号码来的 也是一个沟通号码来的 也是人员上道的 有他讲没人讲的23号 或者34号都是一样 这些号码都是有好的一面 也有负面的一面 是看你怎么用 ok ok 你看他在讲你几个号码 24号 好 这个是小号码来的 24号呢 这个号码呢 如果说今天 你们请一个啊 理材料的时候 最好是有这24号 因为他这种是艺术型的 做东西会转变的 就是会有那种艺术细胞的 如果你今天请了理材料做工 你没有找一个会转变的人呢 啊他的底下是变变的 不会转的 但是呢 在健康里面是一个很高的问题的号码 为什么呢 因为脑袋转的太快 精神用的太多 而导致身体呢 你有照顾的时候 细胞绝出问题了 ok ok next 啊看一下这个一个死亡症出来了 啊这个是中癌症而去世的 来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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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以上的这些号码都是属于 就是说健康里面很容易出问题的号码 你们喜欢18号码 整人整人进出干什么会有吗 啊 有吗喜欢18号吗你们 18号喜欢吗 18号 18号 喜欢啊 喜欢你的健康就要注意了哦 你心已经出现内分泌问题了 和龙死掉了 反心啊 前列线就会有问题 啊心脏也会有问题 ok 你看这两个人都是同样的生日期9月12号了 他们两个共同的特点呢 就是眼睛也拜拜了看不见了 认识吗消防机 谁唱的那个 来高歌一首相 哈哈 啊第一个是消防机他是一个歌手 另外一个他是一个啊 南大高音 他们都有面临同样的问题 就是眼睛失眠的问题 ok 认识吗 认识咯 也不懂人有没有钱哦 但是健康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顾到 其实如果 他们早知道啊 本身啊 有这样的问题啊 其实可以过管的 可以做调理调整的 不是到了最后啊 发生的事情之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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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